- 盖瑞辣豆内 让你笑咖会变过 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是2022年的11月15号 没有错 11月15号就是国民党桃园平正区 市议员黄敬平 敬平哥的生日 因为要忙选举 所以他没有办法来中天晚间新闻 卢秀芳辣晚报的现场 所以我今天就隔空写了这个梗图给他 如果你是使用YT平台的话 请记得如果你觉得嫌我的废话太多 你可以在右下角的齿轮放快你的速度 调到1.75倍 如果你会速听的话 你可以以最快的效率来享受我全广播节目的内容 可以让你听得非常满意 所以又不会浪费你任何一分一秒的时间 好 回过头来我们再讲到敬平的这个部分 是的 我们今天就是要讲 盖瑞拉斗内 祝寿敬平的这个部分 那因为 外地平台的部分我会用一些影像在上面 那如果你只是用听的话 没关系 我会连给你听 那刚好因为敬平哥在盲选举他没办法来 所以我就做了一首藏头诗给他 敬你十分 平安心顺 连线平正 任务在身 没在怕二 有您就问 问证追分 提字 必审 是的 这八句四字千言的第一句 取出来之后 他的藏头诗就是 敬平连任 没有问题 好 但是 刚好在这个时候 好 我录音的时候 敬平哥PO了一篇文 我们除了要来讲这个 一开始这个斗内的创作理念之外 我们也要来好好讲一讲 敬平哥 他想连任的真实心声 这里是神秘句点 我是Gary 好了 因为敬平哥有说嘛 不是 不是他有说啦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敬平哥他为了要忙选举 所以 他没有办法来 那因为我稍早下午 的时候我有去他的脸书 我发现 他没有PO生日文 所以 我就第一个去留言 去跟他说 敬平哥生日快乐 然后 调出本人回应 后来 在那篇留言的几分钟过后 他自己就说了 我自己忙到忘记 我今天是生日 好 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敬平哥的人气 到底有多旺 我们都知道敬平哥 他除了会上中天的节目之外 他也会去上三立的节目 绿媒的节目 你常常都看得到他的身影 那 你会发现 敬平哥在中天 是大炮型的 那他在三立 因为我不是 因为三立的真部节目 我不是天天都看 但是我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都知道敬平哥 他是记者出身 那他对军事专长是最 最在行的 他不只是军事可以讲 妖魔鬼怪的可以讲 演艺圈的他也可以讲 他什么都可以讲 但是最在行的就是军事这个部分 那像有一阵子 像前一阵子 这个俄乌战争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看到三立 就是敬平哥如果在三立的话 你都会看到这个三立的争论节目 就是这个晚上八点 那个新台湾加油 对新台湾加油 他都会把一些篇幅来去描述 这个什么俄乌战争的状况 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敬平哥 就会拿着一个大大的杆子 在那边解释说 现在俄乌的战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同样的在中天烂晚报也是一样 只要有卢秀芳在场 反正只要有主播在场 我谈到俄乌这一题的话 他也都是会上台 跟大家一一解说 现在乌俄战争的这个真实的情况 到底怎么样 分析的非常彻底 虽然我对军事是完全一窍不通的 但是你听了就会觉得非常着迷 你就会想一直这样继续听下去 毕竟他的专场就是在那个地方嘛 对不对 好那回过头来再讲到这个部分 因为他今天就是没办法来 所以他就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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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自己是今天的生日之外 他甚至还po了说他也要去举办这个问证的说明会 那总共有四场 总共有四场 那都是在那个就是那种里民办公室之类的那种地方 或里民广场这个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静平哥 因为他大炮的性格 大炮的性格敢讲 可是他在三立的政论节目的表现 又是非常的低调 其实也不是说低调 就是说 他是会看脸色的 他是会看 他是会察言观色的 人家说强龙不压地头舌 这句话一定听过 毕竟在别人的地盘撒野 我想可能自助单位就不会发你来了 但是静平哥依旧是走在一个真道理性 把事实讲出来的那个人 会把所有的事实全部厘清清楚 跟对手阵营或是对手名嘴 来去做一个这个政策 或是一些辩论的一些交锋的攻防 我觉得这个就是政客 他们必须要去学习的能力 因为说话要怎么样去 比如说有假消息 或者是说有这个 反正就是一些政党 做的一些胡作非为的事情 或是栽赃或什么的 自己党的 当然势必要做一些澄清 可是对手党的 我们势必也要把对手的一些缺失 全部都讲出来 摊在阳光下 让人民去检视 让人民自然去知道 现在的政客到底在搞什么鬼 这就是一个政客 他必须要去做到的动作 也就是所谓的监督政府 请听民意 好 那身为一个民意代表 静平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但是前面的部分我们讲完之后 他后面又发了一篇文 他说抢救静平 选你认为最好的 前面的生日文他就有说 我真的已经忙到忘了我自己的生日 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支持 三号黄敬平 后面他就发了这篇文 那我就简单略过讲一下 他就说什么 因为静平哥就是什么 就是有平正乡里会传说 他这个他票很高 静平没问题 那我一定投其他人 甚至是还有民众跟他讲说 你真的很棒 但既然你都这么稳 那我把票分给其他人 但是他自己提了一个疑问 就是说 各位啊 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投票就要变成策略性的投票 从会做事最欣赏的人变成只考虑策略性的投票 那后面他就有讲说 对不起我划个一下 后面呢他就有想说 这个 如果一个人得高票 那不叫做浪费 那是他的努力获得肯定的反馈 当时在这两票 在这两句话前面他就说 曾经有一位这个七连霸的议员 就是落选了 然后 然后 无法再为大家服务 当时很多的乡亲就开始在自责说 如果当时那一票没有跑掉的话 一就投那个某某某就好了 然后所以他就说 如果这次大家不够坚持 神圣的一票不再是选择竞品 那上面这段的惋惜 就会落在黄敬品的身上 到时候再多的后悔 也没有办法改变记忆的结果 同样的 呃我看完这个论书之后 我是蛮肯定的 我是蛮肯定的 我举个最真实的例子 松山新一就有一个徐晓星啊 对不对 那四年前 大安文山不是有一个罗志强 好强哥 他当时也是以四万多票高票当选 罗志强敢冲嘛 对不对 徐晓星也敢冲啊 是不是 所以说每一个人他都有发挥自己的长处 静平哥也是一样啊 静平也是一个 静平哥也是一个面面俱到 敢冲 敢做的人 好 所以他谈到这个样子 其实本质上本来就没有什么不对 毕竟政治人物本来就是看选民的脸色 一个民主国家本来就是要有选票的制度 他才有办法进入 不管是地方议会的殿堂 或者是国家议会的殿堂 国家议会的殿堂就是立委 那地方就是议员 每个人都是各凭本事 每个人都是靠自己的本领 每个人都是靠自己的付出 才有办法走入他要的位置 选票就是一个关键 但是毕竟没有人知道 大家的心里在想什么 也没有人会知道 大家最后的决定到底是谁 也没有人会晓得 这些人到底会不会出来投票 因为人都有自由意志 你没有办法去操控 他们到底要投谁 但是 每一个人在他自己的心中 其实我要说实话 他要投谁 他就会投谁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对投票 要投谁这种东西 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概念的 其实 很多政治人物 真的必须要走出自己的圈子 去外面看一看 真的现在真的很少人在关心政治 我说的是真的非常非常之少 其实真正在关心政治人 大部分就是真的有跟政治圈在走动的人 他们都会觉得说在他们的圈子里面 就是会觉得说 自己问这样子 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 因为很简单 你没有办法去掌握大家的想法 就是我刚刚前面所说的 你没有办法掌握 这一群人到底在想些什么 他们的决定到底是什么 那当然也有一派的人论述就是说 国民党的人就是比较会意气用事 可是这是真的 对 那民进党的人真的就是非常的死忠 不然八一七万票是怎么出来的 所以我们看一个结果论 大概就知道 大概就知道 我们台湾的选民 这个数字是怎么样 其实就是所谓的看热闹 在做投票的选择 就是我看你很有战力 我才会去投你 对不对 至于你要谈什么政见 其实真的没什么人去在乎 我是说真的 但是政治人物本来就会谈政见 只是说看的人真的是非常少之有少 但是宣扬你的政见 那是每一个名义代表的人 他必须要做的工作之一 只是在发表政见的时候 也要展现出他自己独特的魅力 如果说所谓独特的魅力 就是敢战敢冲敢反对 敢提出意见 敢违抗现在不公不义的事情 那才是一个名义代表 他应该有的这个能力 不管是议员或是立委都是一样 所以 我非常喜欢静平哥 因为每次第一听到静平哥 因为静平哥是天蝎座的 我们都知道天蝎座的人 我跟你讲 他是非常极端派的 他很好的时候就非常的好 但是他如果很凶的时候 他就会真的很凶 天蝎座是爱恨分明的人 那我们也知道天蝎座讲话非常之直接 而且天蝎座的人只要他发挥正面的力量 我跟你讲 他的人脉绝对是面面俱到 所以我非常看好 天蝎座的黄静平静平哥 他绝对可以用他冥王星跟火星的力量 展出重围 做他的三连霸的一员之路 为什么 你看他曝光率这么高 又是个爱恰的好男人 对不对 而且不管刮风下雨 我自己有的时候会常常看他的限动 他都会穿比如说什么恐龙装 或什么在街头那边展接 对 展接是每一个议员的工作 没有错 拜票的时候必须要做的工作 但是在他展接的同时 你有没有想过 他除了展接 他还会做什么 他除了拜票 他还会做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有 静平哥会为名喉舌 有 静平哥会勇敢的冲到绿营的电视台 去跟那些绿营的名嘴 或是政客们对杠 你错了就是错了 我来纠正你 但 他不会对他们凶 他会以一个非常理性 跟谦虚的态度 来去回击 对手阵营的 任何的造谣 不会或攻击 那这样的人 你为什么不投他 那就像静平哥 这篇文所说的 那这样的人 他凭什么不能高票当选 我再反过头来 我再说一下 松山信义的徐晓星 很多人都会说 我曾经 我因为我自己 有时候会看 那个中天烙碗报的聊天室 就是会有一些 就是 少数一两个 一两个就会说 那徐晓星是为了自己 还是什么之类的 很恶心 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要问的就是说 请问徐晓星爆料的事情 它不是事实吗 是啊 他所掌握到的资料 难道不是事实吗 是啊 所以他有没有资格高票当选 可以啊 要不要去问一下 四年前的这个 罗志强议员 他不就是一个 这个敢冲敢说 敢直接跟人家对杠 没有在怕的 没有在跟人家 没有在跟人家 好小的那种议员 他不是就是这样子的人吗 那难怪他可以拿四万多票 对不对 那所以今年徐晓星 会不会以一个就是 黑马之姿 比如拿下怎么说三万啊 或什么之类的 那种就是 就是这样子 就连这个 事情发酵之后 都会让 那个党内人开始担心 甚至是 有那个 下那个配票机制的 这个新闻出来 因为我是有看到的 但是 我再回过头来 回到金明哥的身上 难道金明哥 没有资格高票当选吗 他是有的 他是有的 我还是要回归那句话 选战就是现实的 不要去奢望 每一个人都会当选 毕竟 名额 就是只有那几个 你能够上 那就是你有本事 你没有资格上 要嘛你 就是没本事 要嘛 就是因为分票机制 让你不小心落选了 不小心落选了 所以我还是要说 如果你真的很支持 金明哥的话 请一定要投给他 不要三心二意 不要觉得 哦什么 他稳了啦 那我去把他 投给别人 不要妄想 有拳雷打这个事情 不要去妄想 悬战是现实的 国民党每次都在说 一定要议员 什么权雷打 我当然也希望 但问题是 名额就是只有哪些 所以请各位选民 好好的 扪心自问 好好的问问你自己 你心中 你觉得那一个 你只要有要求 有 呃不能说有求必应 讲有求必应 太那个了 有的事情是可能 议员他没办法做的 好这个 这讲有求必应 我应该不应该这么讲 虽然我刚刚是没有说出够 应该是说 如果你有需求 你有什么东西要澄清 第一个会为你 站出来的人是谁 静平哥吗 好 那你自己去看他的脸书 好 比如说像是什么 什么场地啦 好办活动的场地 积水很深啊 他是不是就会 稍微说个一下 说这个办活动人在搞什么 好或者是说 呃哪边哪边水沟有怎么样 是不是静平哥都会定期去po 对不对 他要让大家知道这些事情嘛 因为毕竟现在要经营媒体 要懂得去行销自己 透过脸书的平台去宣扬 也不能说 不能说去宣扬 就是说 去分享自己 再做议员的点点滴滴 那个就是他们的工作 那个就是他们的政绩 那个就是他们的证据之一 反走过会留下痕迹嘛 对不对 所以说再回过头来 到最后我要来做个总结 静平哥难道真的没有高票 当选的资格吗 我很快就会讲完了 我相信是有的 毕竟 他在中天烙碗报拍桌子 不是拍假的 他在中天烙碗报发飙 讲的那些肺腑之言 不是假的 他会在中天烙碗报 讲自己党内有一些有心人士的不是 那也不是假的 因为他是一个真性情 他是一个怎么讲 非常值得肯定的议员 虽然我没有投票权 但是我希望静平哥 三号桃园平正 他可以在2022的县市长大选之中 能够以高票之资当选 而不是当选 连任三连霸 桃园市平正的市议员 祝福静平哥 我说完了 这就是今天的神秘句点 我们下次云端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